4月14日下午,电影《傲娇与片剑》在上海大学举行校园首映礼 主创高卫光帅气先生出席了本次活动 高卫光一身黑色休闲裤,搭配条纹黑色上衣先生 一双大长腿和精致的脸庞,简直让人移不开眼睛 现场不仅和粉丝们玩起了游戏,还自愿充当,人肉自拍杆 与粉丝勤切合影 这期电影《傲娇与片剑》讲述了迪丽热巴饰演的北条网络携手 唐楠楠,阴擦阳错,剪刀张云龙饰演的陆库富二代 朱虹,又在机缘巧合下被高卫光饰演的暖心高不帅,肖剑军 一见钟情的三角爱情故事 高卫光现场也透露了自己的择偶观 此前,高卫光在三神三世中 试验的东华帝君可谓是异常高冷 现场,高卫光也展示了一番自己的高冷属性 这期高卫光与迪丽热巴和张云龙已经合作过多次 想必三人在片场一定是欢乐不断吧 其实,不是相比想象的呀 我们三个虽然很熟,但是一到现在就必须有开开玩笑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是在工作 工作还是要有一个工作的态度 偶尔会开开玩笑 有的时候会常常吃的呀 人家知道我们这个人私的人都能来吃 你点头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家人的家人都能感兴趣 对不起对 他也 特别那个一种轻轻人家 我们还有一件事 它也有很多轻轻人家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事 好几乎 如果有任何轻轻人家 有是有什么轻轻人家